距离于书上回进宫过去一个多月了 再见到薛贵妃便觉出不同来 算一算薛贵妃怀孕有四个月了 秋天多穿了两层衣衫 看不见肚子 但是那宽松的样式 是不见了昔日少女般玲珑的腰身 她未失之粉 夫之依然是雪白晶莹 只淡淡地描出了眉形 少了几分艳丽便多出了许多的娇柔 屈膝坐在一张开满了绿菊的枝毯上 回眸一望就美得让人惊气 红烟祸水 于书的脑海中呼的就冒出了这几个字 坐吧 薛贵妃没有和于书绕弯子 见面就直接问她 城壁不见了 是吗 只这一句 于书就知道瞒不住她 能听说的 她准都听说了 于书苦着脸道 她去了凤华府办案 人住在驿馆 隔天就失踪了 雪贵妃叹了口气说 唉 我有了身子 他们里里外外都瞒着我 家里出了这等大事 连个进宫送信的都没有 竟不知道宫外的现在是个什么情形 你是个明白人 我也没拿你当外人瞧 你若是听到了什么动静 不妨就与我透透风吧 这又是一个叹他口风的 于书心里嘀咕 大概在外人的眼中 他和薛瑞真的是情同兄妹 默逆之交 不然怎么薛瑞一不见 他们一个个都觉得他应该知道内情 内情他是知道多了 但是打死了都不能对人说 于书没多迟疑就做了回答 既然娘娘问了 我便有什么说什么 先说那黄榜通缉的事 我于您一般也是云里雾里 只是知道相府里 有一个叫徐丽的总管 被抓去大理寺审问 明目是与太史书院 前头出的两起人命官司相关 再来就是薛大哥失踪的事 无缘无故选在这个节骨眼上 外边都疯传 他是望风而跑了 我是半点不幸 我大哥是个什么样的人品 我最清楚 内情他是不能告诉薛贵妃的 和他分析分析倒是有可能 听吧 薛贵妃面有寒色 咬着字节轻声地说道 那你以为 会是什么人在与薛家过不去 虞叔微微的侧头 避开了他的视线 这我就不好说了 不过娘娘安心 没有真凭实据 仅凭谣言诋毁 是论不了罪的 亲者自亲 无需多虑 是什么人在搅浑水 薛贵妃心里没数吗 用得着他多嘴 他转过来安慰 薛贵妃倒不好再节节追问 盯着他瞧了片刻 神色一松 微微一笑 好孩子 经你这么一说 我宽心了不少 接着又问起了昆测的事 倒是没有再怂恿他 借机受贿 闲谈了不过几句 就让跟前的大宫女 亲自送他离开 出了中翠宫 虞书走在夹道上 前面领路的宫人 没有看见他脸上 一闪而过的冷嘲 自始至终 薛贵妃都没有对薛瑞的处境安危表示过担心 哪怕虞书明明告诉他 薛瑞是叫人抓走了 他都没有顺便提一提 是一时忘记了提起 还是真就不担心呢 出宫以后 虞书没有再回四天间 而是回了家去 关起王门 不许人打搅 静下心来问补 见过薛贵妃 他的心中多出了一些说不清的焦躁 原本他笃定薛瑞性命无余 可是他那些亲人一个个默不关心 就好像他是死是活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不要给他们拖后腿就行 然而对他来说 整个薛家的全是贵妇 都不及薛瑞一个人的安危 自从得到薛瑞失踪的消息 他一直强迫自己 不要胡思乱想 失了方寸 那是因为 他怕自己忍不住往坏处打算 万一薛瑞遇上危险呢 虞书在专做占卜的禁室里 从白天待到了晚上 苦于不知谣言 无法用六摇齐术 补算薛瑞的下落 又因为获使法则的盲区 算不清薛瑞遇上了什么货事 更算不出究竟是谁带走了他 算到最后依然眉头眉尾 他红着眼睛将手边演算的纸张揉成一团 脑子里一直绷着的那根弦几乎断开 他脑恨自己无能为力 每回遇上什么麻烦 闯祸 薛瑞都会第一时间替他出头 轮到他出事 他就只能这么干等着 哎 都怪我学艺不惊 若是我有清真师父的三分能耐 这会儿还愁什么 虞书暗暗地自责 出神地看着桌面上 整鸟鸟藤烟的小金炉 啼乎香气源源不断地萦绕在深周 不知过去了多久 突然他醒过神来 哀了一声 仿佛想到了什么 眼睛都亮了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找不到清真帮忙 他不是还有一个云华吗 当初云华和他约定 他帮他找到失散多年的长子 他就把玄女六任书借给他 为了他事后能够找到他 留给了他一个联络暗号 而这个暗号 就是那个可能知道 云华长子下落的苏州令的名字 只要他在安林城某处地方 寻着云华的显现 将这个暗号说给对方听 那么对方就会带他去见云华 虞书并不担心 见到云华之后 怎么说服他帮忙 当务之急 是要查出二十多年前 出任过苏州令一职是谁 为避免暴露 他将此事委托给了薛锐 由他出面 派人到南边去打探 确切的消息 现在薛锐出了事 他是不能再坐等了 吃把晚饭 虞书就穿了便装 骑马出门 身后跟着皇帝的耳目 他的行动不便 就去了一趟忘机楼 找了一个人代替他行事 忘机楼里都是薛锐 姓得过的人 几个伙计是各个武力不俗 就连负责扫撒的阿祥和阿平 也不例外 薛锐虽然不在 但是这一帮人都听他的 他派了不起眼的阿祥 到冯将军府上去找冯赵苗 薛锐那帮称兄道弟的朋友 在他看来 唯独冯赵苗信得过 而且与他说得上话 阿祥去了不到半个时辰 就把人请了回来 冯赵苗是从后门悄悄进来的 于书就在院子里等他 见到人连忙让进屋里 关起门 让人外头守着 连房 你这么急找我过来 是不是我瑞哥哥有了消息 冯赵苗不等于书开口 便急吼吼地问道 于书摇了摇头 看到他失望的表情 好歹替薛锐回了一口气 总算还是有人惦记着他的 赵苗 我想求你帮我一个忙 哎 别这么客气 有什么事你就说 冯赵苗自认和薛锐是过命的情分 薛锐对于书什么样 他都看在眼里 你在立部有没有书人 立部 立部我倒是有任 你干嘛呢你 我想让你帮我查一查看 大约二十一二年前 苏州令任上是哪一位大人 苏州令 冯赵苗歪着脖子孤独了一句 于书见他神色异样忙问 怎么 不好查吗 哦 不是 薛大伯曾经做过这个官啊 冯赵苗语出惊人 于书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问 哪个薛 就是锐哥他爹啊 冯赵苗一语惊醒了梦中人 于书就听见自个儿的心里 咯噔了一下 煞事间 种种猜疑涌入了脑海 哦 是吗 你没有记错吗 他故作镇静地质问道 怎想到冯赵苗笃定道 嘖 我怎么会记错 薛大伯年轻的时候 与我老子亲兄弟一拜 虽说他去世的早 但打从我有了记性期 就常听我爹提起此任 有时候他喝多了 还要哭上一回 我就记得我爹说过几遍 薛大伯当年被外放过苏州 做了几年的苏州令 害得他们哥俩两地分离 不能长聚呢 那你记得 他是在哪一年上任的 于书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 一面想从冯赵苗的口中 听到答案 一面又怕听到答案 冯赵苗伸出巴掌 数了数指头 一五一十 十五二十地算了一小回 才确定地说 哦 应当是 宝泰九年到十二年吧 于书眨拔了一下眼睛 短暂地僵硬过后 便与冯赵苗打起了哈哈 哎 那就不是了 我是想打听 赵庆四年到六年间 在任上的是哪一位大人呢 未免冯赵苗看出破绽 他端起手边的茶杯 还想要掩饰 手指却忍不住的有些抖色 幸好冯赵苗马虎 没有发现端倪 嗨 我当是什么男生 原来就是打听个人呢 哎 包在我身上了 你等着信吧 虞书不忘 叮嘱他 这是我的一件私事 万万不可走漏了风声 冯赵苗满口答应 叫他放心 他是个实心眼的人 虞书不提 为什么要打听这个人 他就不细问 一盏茶后 虞书目送着冯赵苗 从后门离开 然后就一个人 在后院的小池塘边上 发愣 毫无预兆 云华留给他的线索 会直指薛瑞的父亲 稍动脑筋想一想 冯赵苗尚且清楚地记得 薛赵曾经出任苏州令一职 薛瑞岂会不知 他明明知道 他要打听的那个人是谁 却对他隐瞒事实 拖延时间 为的什么 在他的心底 有一个答案呼之欲出 却叫他无论如何都难以置信 一阵夜风袭来 刮动着屋檐下垂挂的灯笼 眼前光影开合 一如凌乱的星绪 虞书从大理石砖上坐起来 冰凉的石板 个得他两腿发麻 吸了吸鼻子 他抱着臂膀回了房 第二天来到四天间 最近缺情的 文统书的眼睛 看到虞书吓了一跳 只见他两眼冒着血丝 眼底一团乌青 肿着两个眼抛 还以为他是怎么着了呢 虞书摆了摆手 抢在他发问之前解释的 昨天吹风迷了眼 一宿没睡好 你不要乱想了 其实是他多熏了醍醐香 有了后遗症 夜里睡不着 又有那么多的心事 瞪着眼睛 一直到天亮 才会变成这副鬼样子 那赶紧进去躺着吧 今天书院没课 我一整天都待在这 有什么要办的 您吩咐一声就是 虞书虽然是睡意全无 但依他现在的状态 根本办不了功 便交代了他一通 转身进了隔间休息 他以为自己睡不着 可躺下没有多久 就迷迷糊糊的 进入了梦乡 这一觉睡到了大中午 无人打脚再次醒来 总算是有了精神 只是他没有想到 有一个大雷正在前头 等着他呢 大人 属下上午在街内走动 听闻了一件闲事 徐兴回来向他打耳抱 虞书坐在窗子底下 手拿着文绍安差人 到闹市街上 买回来的驴肉火烧 一边嚼巴着 粘软的肉筋 一边点头示意他说 听说宁王府上 诞下了一位小皇孙 好像是一名机械所生 所以洗三这个时候 没有多大的动静 但那毕竟是宁王爷 头一个儿子 不少人都在议论呢 听到这么个八卦 虞书当时没有多想 到了半下午 景晨一声不响的来了 你随我来 他从外面进来 经过他门口时候 站了站 一句话后 便往楼上去了 虞书从他的脸上 看不出端倪 但直觉不是好事 便撂下了手头上的公文 到了二楼景晨内里 他随手就把门关上了 你怎么这会儿跑来了呀 虞书问 景晨这个赞代的右领官 毫无痊愈 通常是不要见他 他是能不来就不来 景晨没有和他废话 开门见山的告诉他 皇上要查薛家 不是已经在查了吗 那个徐总管被抓走半个月了 审问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呢 景晨摇了摇头 显然他没有听懂他的意思 他只好说的更明白一些 大体点审问过徐丽 用过刑 却什么也没问出来 我看徐丽好像真的不知情 可是薛家仍有很大的嫌疑 这话怎么说 大体点暗中调查藏书楼那起凶案 怀疑杀害战雪原的凶手 是太史书院的一个老奴 而就在徐丽被带去大理寺后 那个老奴消失不见了 警晨凝重的 徐丽一口咬定 去年我遇险之时 他正在护送薛瑞回京的路上 皇上追究起来 早就暗中下令 待薛兄病审 巧的是 薛兄此时失踪了 这就加重了皇上的疑心 越发怀疑薛家有不臣之心 昨日早朝过后 皇上借着出兵窝国一事 在太安殿发作了薛相 一反常态 找令他暂停议政 回家思过呢 尽管余书早有所补 但此时听闻事态急转之下 仍是不免心惊 今天上午我见过大体点 听他吐露 昨夜皇上派人悄悄的到薛府 带走了几个人 收监入大理寺审讯 今遭皇上又传口谕 给大理寺亲郭怀安 称薛兄身为大理寺少亲 却在半差之时 疏忽己任 善离职守 故停止查办了 坏消息是接踵而至 于书热在谎悟 景臣开头那一句 皇上要查薛家是什么意思 先是寻个借口 把薛灵男堵在宫门外 再来深夜拿人不给他身便的机会 最后将下落不明的薛瑞 停止查办 这一连串的动作 让人毫无招架之力 赵庆皇帝如此雷厉风行的手段 可想而知 一旦薛家被查出 有盘上作乱的痕迹 他绝不会心慈手软 景臣看着于书的脸色 变来变去 欲言又止 怕问出来 他会恼了 可是他心里实在怀疑 不得不问 你 你到现在 仍然相信薛兄是清白的吗 薛瑞如果不是失踪了 那么 这会儿 他人早就身陷牢狱 这么一想 与其说是 他被人挟持 景臣认为 是有可能 他自己躲了起来 而他一厢情愿的 信任薛瑞 是无辜受到牵连 这让景臣堪忧 怕他会受人利用 于书正在揣摩着 赵姓皇帝的心思 忽然听到 他话风一转 问起这个 只一愣 脸上愁容净烈 那一双黑白分明的信眼 直勾勾的盯在人心上 明明白白的说道 薛瑞究竟有没有叛乱之心 我不敢说 但我敢拿景象的人头担保 我大哥 一定是清白的 经济一带多的是小村小镇 就在都城以北的十里开外 就有一个无名的小村庄 村子里总共十几户人家都是农民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谁能想到 因为无辜失踪 而在京中引起了一场 轩然大波的薛瑞 此时就被困在了 这个小村子里 根本身在家里 还在里面 我们要叛二 远的一只小村子里 就是那个小村子里的